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旦夕之间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杨子也曾经经历过被剧组赶走的事情 当时 杨子和他的妈妈一起进去剧组 为了这部戏 他们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每天都在排练 看剧本 真正的投入角色当中 正在这部戏开拍的时候 制片人半夜12点跑到他们房间 并且对他们说 你的这个角色被投资方的女儿看中了 你们赶紧走吧 大家想一想 当时都12点多了 根本打不到车 据说 当时剧组给了杨子300万的赔偿费 杨子看见母亲特别难过 于是 笑嘻嘻地对他说 妈 没事的 这不给我们钱了吗 300万在那个时候 也算是一笔巨款了 但是 杨子并不喜欢这些钱 他想演戏 他喜欢演戏 等杨子再次成名的时候 让很多人知道 资本有多么强大 从那个时候 杨子就已经下定决心 把戏演好 不会让别人看不起自己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以后的杨子终于成功了 成为了当今最红的明星 大家都应该支持杨子对吗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 感觉喜欢他的在评论区留言哦 感觉喜欢他的在评论区留言